哈啰 大家好 欢迎回到九流A线聊球平台 那我是今天主持人李恒瑞 今天的话要跟大家做的这个预测就是 22-23赛季银巢最终排名的大预测了 没有错 不学乖 上个赛季也是很早的 就做了这个银巢排名大预测 结果最终我只踩中一支球队排名 就是垫底的Norwich City了 不过这个赛季我觉得说 我们既然上个赛季都鲁马过一次了 这个赛季就没有理由不鲁马下去嘛 没有错 我们不学乖 我们再来做一个银巢的这个新赛季的 这个排名大预测 最终我认为说银巢新赛季 谁会是躲下冠军的 谁又会不幸的遇到降级呢 别走开今天的这个影片 一起跟大家来做一个银巢排名的大预测啦 也可以和银巢前进 用不退缩 那么在进行这个预测之前呢 还是要先打一下预防诊了啦 毕竟这一个影片录制的时候是在 7月28号距离这个银巢开替 还有差不多8天多左右的时间啦 所以代表东西就是这个下床还没有结束 然后我也不知道说20支球队的这个阵容最终 会长什么样子 更不用去谈说之后还有这个东床 会影响到球队的这个阵容啦 不过今天的话还是尽可能以我最主观的意思 去跟大家去讨论一下说 我觉得这个银巢排行榜最终会长什么样子啦 所以当然既然是主观意思的话 我就只能讲啦 如果有得罪到一些球队的球迷的话 不好意思这里就先提前跟大家讲一个抱歉 不过这只是我自己真的此时此刻 看着20支球队有的这个阵容里面来说的话 我真的是觉得他们在银巢排行榜上的排名啦 如果你们不认同的话 也可以在留言区底下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啦 跟我们聊聊说你们20支球队的排名会长什么样子 或许你们不需要说20支球队全部都排出啦 你们可以至少跟我讲说 银巢前四会长什么样子 跟银巢降级三支球队会长什么样子啦 同志家来讲的话 如果你们可以去预测下这个赛季银巢的黑马的话 也不妨在留言区底下让我们知道啦 所以事不宜事的话 我们先把画面转移到这一个排行榜上 去跟大家聊聊说 22到23大季银巢的这个排名预测了啦 那么我们就先从银巢的第20名往上推啦 这样子才比较有看头嘛是不是 我们把这个最终谁会拿下银巢冠军的 这一个而悬念保持到最后 我们先从降级区开始讲的话 三支会降级的球队会是谁呢 我觉得说第20名就一定会是 这个降级的 Bormov 没有错 Scott Parker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少帅 可是他们的这个前锋线还是得 依靠Dominic Solanke的话我觉得说 跟其他的19支球队去做比较的话 难免我觉得说Bormov的实力是差到有些也 所以我觉得说不好意思 是胜半马Bormov升上来过后马上又要做这个升降级的动作 又要降回到银罐了啦 第19名的话会是谁呢 我觉得说这个选择会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Brandford 没有错Brandford是我觉得说会找一道银巢第二赛季 我做的球队了啦 上个赛季的一个这个银巢胜半马可以讲是三支胜半马里面表现到最好的球队 不过有鉴于之前这个Sheffield United在银巢第一个赛季打到那么的漂亮 结果第二个赛季马上降级 在有鉴于List United前几年升上银巢过后第一个赛季也是打到非常的不错 只有三个赛季在银巢的这个 光幕战闭幕战最后一天的时候才能够 勉强的确保出这个银巢的这个位置的话银巢的明哥的话 我觉得说Brandford这个赛季如果遭遇到银巢第二个赛季模作的话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 甚至说上个赛季其实基本上都已经有这个警告神在告诉你说这个Brandford很可能会面临到这个降级的这个危机了 他们在东窗潜入了Chris Eriksson过后状态才稍微稳定下才是开始打出了反弹打出了逆进球 最终才可以成功在银巢第一个赛季保持成功 不过今年夏天大家都知道了 Chris Eriksson去掉了鸿巢漫年的话 我觉得说Brandford的实力我觉得说有点担心说 哇会不会又陷入到回在前入了这个Eriksson之前那个窘境 那一个非常非常让人担心的这个状态 银巢第二赛季的魔咒这个东西是不是开玩笑的 直接Chef United Liz United都给我们看到了这一个呃成效 现在来讲的话Brandford我觉得说很有可能会遭遇到银巢第二赛季的魔咒 所以我大胆的预测Brandford第19名降级 第18名最后一个降级名格我会放到的是 另外一只森巴马 Fullon了啦没有错啦 我还是始终觉得说最近这几年的森巴马这个球队啊 身上马上降下去赢光的这个几率太过高了 Norwich Fulham Brandford这些球队都是好几年前就是升上来马上掉下去 升上来掉下去 好啦Brandford可能没有 不过Brandford几年可能会是升上来又降下去了 不过Fulham的话确确实实就是跟Norwich在做抓交替 互相抓交替这样子的这个呃动作了啦 Norwich升然后Fulham就降 Fulham升Norwich就降 今天的话我觉得说不会是个例外啊 毕竟他们现在来讲话 你可以讲他们转回市场上最大签的动作是谁 Andres Pereira从曼尼自己签过来的球员 然后前线上还要靠着说过去这几年已经是证明了 自己的实力是在隐贯之上隐藏之下的Brandford几年的话 Marco Silva的球队我觉得说很难会看到他们有保击啊 可是还是放在这个接近保击 可是又距离保击那么遥远的第18名 最后一个降级名的交到的就是Fulham的首相了啦 第17名的话 South Hampton 没有错 我觉得说South Hampton这几年实力不断的在 逐步的下降啊 上个赛季逐渐过来的Brandford几年的话 又回到了Chelsea的球员底下我觉得说嗯 尽管从法甲迁入了一个年轻的小将前锋 Mera还是Mara 我还是觉得说 这不足够在让South Hampton在银潮排行榜上力争上游了 他的排名我觉得说会逐年下降 今天的话我觉得说 会是处于这种降级区的边缘 然后Harsenhood的这个球队的话 必须要在这转回市场上有大动作 不然的话真的会距离降级是越来越捷径啊 所以在一个第17名的位置的话 我就是交到了South Hampton的手中了 第16名的话 我觉得说会是银潮的第三只申办嘛 Nottingham Forest了啦 尽管今天夏天转回市场上非常大动作 迁入了很多球员 包括了最最大的惊喜意外的这个前员 Jesse Lingard了啦 但每个人都以为说Jesse Lingard 会去Western的时候 最终他选择去到了银潮申办嘛 老牌竞旅 Nottingham Forest了啦 昔日的银潮的这个老牌竞旅 昔日的两届欧洲冠军 他们的这个新主帅Steve Cooper的话 是曾经帮助英格兰青年队 拿下过青年世界杯的这个功勋的教头 不过我觉得说 第一个赛季在银潮来讲的话 又欠了这么多拳需要磨合的话 很多的因素会告诉你说 这个Nottingham Forest的这个赛季 并不会是那么的顺遂 可是最终的话 如果他们可以保击成功 拿到银潮第16名的位置的话 我觉得说 所有的这个Nottingham Forest的这个球迷 都会是非常满意的啦 第15名的话呢 我觉得说就是美国教头 Jesse Mars的球队了啦 今年夏天的话 Jesse Mars的开始走向美国革命啊 美国化 签下这些Aaronson啊 这些很多的 这一个Tiler Adams啊 这一些美国的球员的话 我觉得说很多人会看不起 这个Jesse Mars 很多人会觉得说 哎呀美国人懂什么足球哦 你们懂你们足球就是那一个 美国的这个大大联盟的这个橄榄球啊 不是真正的足球啊 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Jesse Mars的今年的话 会直接把他放在降级区的这个名 可是我还是觉得说 我对Jesse Mars有信心 我觉得说 Leach Snyder今年的话 还是可以保持成功的 第15名的位置 我觉得说 会是交由到这一个 Leach Snyder的这个手上了啦 虽然讲第15名会是非常非常接近这个降级区 然后我不知道说如果最终他们的排名 真的是一直在这第15第16第17名 这样子的排名 这样子徘徊的话 Jesse Mars最终会不会有这个命运撑到赛季结束 如果赛季结束的时候 Leach Snyder会不会在中途又做一个换出来的动作 我不知道 不过我至少有信心觉得说 Leach Snyder还是有机会保持成功 第15名我交到了这个 手上就是Leach Snyder了啦 第14名的话 我觉得说 会是一只我先前会觉得说 哇可能会把他放在这个降级区的球队 Everton了啦 毕竟Everton的话 最近这几天啊 开始在转回市场上有所动作 可能要签下这个Dright McGill的情况的话 我觉得说他们实力是有开始往上低增的话 有去做补衔的动作的话 Frank Lampard球队 我觉得说 现在来讲的话 可能就稍微的不用去担心说 有这个保级的这个危机出现 可是我觉得说 一个不留神的话 还是有机会被减入到这个 保级大战降级区的这个球队 所以这个Everton的话 暂时性来讲的话 我是把他们排在这一个 第14名的这个位置 那第13名的话 我觉得说 会是Brighton & Albion 没有错 Brighton的话 今天夏天很可能会失去Mope 然后已经失去Bizuma Cucurera 也不知道说最终会不会去 曼城前环底下的话 哇 中场后场前场 都会失去一个主力球员的话 我觉得说 这对Brighton的实力 会是大打折扣 所以Brighton的话 我觉得说可能没有办法 打到像上个赛季那样 暂时的高峰 这个赛季的话 排名可能会直接跌到 这个第13名 好了 第12名的话 就目前来讲的话 我觉得说 很有可能 会是 Crystal Palace Crystal Palace 我就只能讲 这几年的这个走向 让我想到 十几年前的Soulhampton 没有错 在这个中前场 不断的堆积一些年轻的 这个明日之子啊 像是今天夏天前路 这个 今年夏天还在中场 补录的这个 Chek Ducore 然后还有这个 Olyse Aze 还有这个 Oson Edouard 他们已经开始在中前场 走向这个年轻化的 这个方面了 可是比较让人担心的东西是什么呢 还是他们的这个 这个后场啦 上个赛季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说 哇 前场帮你们取得了这个 这个进球领先过后 可是后方不给力 最终被对手 有半平的比分 追平的比分 甚至说被对对方逆转啊 所以我是觉得说 Cristal Palace要注意一点的 就是他们后方线 如果Patrick Vieira 可以稳住 Cristal Palace后方线的话 搞不好 他们的这个几方榜上的排名 会进一步往上升啊 毕竟 接下来第11名我要讲的球队 Lester City 我就觉得说 这几年的实力 开始往下跌啊 今年在转回市场上 至今为止 还是没有任何的大动作 Casper Schmeichel 很可能被抛售情况底下的话 他们实力只会进一步的往下 去做波罗这个动作 比如说这一个Lester的老板 对他是不是失去了信任 可是又找不到一个理由 所以要炒掉他游戏 所以就暂时性的把他留下 可是在转回市场上 又没有给他太多的这个资金 去做补强动作的话 Brandon Rogers 我觉得说 今年被Lester解雇的 这个可能性蛮高的 所以我觉得说 就目前来讲的话 这一个Lester City的排名 可能会进一步往下跌 另外一支球队 第10名的球队啊 狼队 我觉得说 基本上跟Lester City 是一样的这个情况 他们比较行为一点就是说 这个Daniel Potens Pedro Netto 可能还有更上一层楼的这个集会 还有可能会去突破一下 狼队 这几年好像也是开始松懈下来了 没有像前几年回到这银巢过后 哇 想要马上去往这个欧洲的这个 排行把欧洲的这个欧战 只割去做冲击啊 他们现在好像 有点开始自买的全体消化 这几年的这个实力 也是开始逐步下降 我觉得说今年来讲的话 第10名可能就会是这一个 呃 狼队的啦 然后第9名的话 英潮的这个 上 中上游的这个位置啊 第9名的话我觉得说 爆发户 纽卡士UNITED 可以去关注一下 我觉得说他们今天夏天的这些补强的话 至今为止还没有潜入说 哪一个球 你觉得说哇这个球 就是世界级的 Nick Pope是一个不错的签 也 Borgman会是 会是巩固他们后方线 没有错 可是前场的话 我觉得说还是有点太过 依赖Carlum Wilson 了 如果Carlum Wilson 的这个 呃上市问题 还是持续的出现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 纽卡士UNITED的这个实力了啦 当然的话 San Maximum 会是他们的这一个 呃非常非常有实力的这个 前场的球也非常有娱乐性质 可是有时候太过年球 太过自私 太过喜欢自己盘带 然后不跟对于有打配合的话 我觉得说这对于 纽卡士UNITED的这个前线 会是有一些不良的影响 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 纽卡士UNITED我觉得说 第9名是有可能会出现的 第8名的话 West Ham UN 我觉得说 应该也是很多人会感到蛮惊讶的 毕竟 刚刚前入Skan Maka 很有可能会前入这个 Philip Kostic 的话 然后又有这个欧战足球的话 为什么会把West Ham 放到这样低的位置 我觉得说 就是因为有欧战足球 我觉得说West Ham UNITED 今年的话可能会把更多的 专注度放在 赢取这个 EU CONFERENCE LEAGUE的位置上 可能会影响到 他们在银巢排行榜上的这个 排名所以第8名的话 我是给到的是 这一个 West Ham UN 第7名会是谁呢 就是Steven Gerrard的 这个 Arniston Villa 我老实在讲 Villa跟West Ham的位置 是可以调化的 就很像我觉得说 老实来讲 Lester跟Wolf的位置可以对调 Liz跟Averton的位置 也是觉得是可以对调 不过 我觉得说今年来讲的话 Steven Gerrard的球队 在这个夏天来讲 这个老板已经给了很多的 这个职员了的 Kamara 签下了 Philippe Coutinho 转阵了 从这个逐界变成永久的这个 签员的Leon Bailey 在这个季节热神赛 打出非常亮眼的状态 跟表现过后 我觉得说 Arniston Villa是时候了 没有太多的这个借口 是时候往第7名去进发 去拿一下这个Conference League 有这个位置好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 就目前来讲的话 Arniston Villa 是我觉得说 有机会冲击第7名Conference League 后个赛季有这一个 欧战足球球队 Steven Gerrard的球队 我觉得说今天来讲的话 如果没有办法在第7名 或者是第8名的话 只要拿到第9名 或以下的这个排名的话 对Arniston Villa来讲 会是一个死亡的赛季 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 第7名最后一个 这一个欧战的席位 Conference League的位置 我是交由到了 Arniston Villa的这个手上 第6名的话 又是一个会让人大跌眼镜的 这个排名 就目前来讲的话 Chelsea 没有错 我觉得说今年夏天的话 Chelsea在转费市场上的动作 非常非常的灾难性 虽然讲是迁入了 Sterling迁入了Coulibaly 不过你看一看他们 真正想要前下的这个球员 The League被拒绝 Ousmane Dembele被拒绝 然后这个Kunday被拒绝 基本上全部都被 这一个巴塞罗那给挖脚掉 我还是觉得说 Chelsea换了新老板过后 Top Moly太过着急要做一些 内部的改革 把很多原先的这个 呃内部的高层官员啊 Marina 这个Bruce Park 还有这个Petachek 全部都隔职过后 自己去担任的这个高层啊 自己好像自己去玩这个 现实中的足球经理 Football Manager的这个职务这样子 我觉得说太过恶心了 Chelsea今天夏天很大部分上 转会市场上的失败 很多球员有离行啊 Timo Werner要离队啊 Hakim Zia要离队啊 Aspi Quetta Alonso要离队啊 这些球员全部想要离队的话 很大程度上是跟 他们看到Chelsea的这个高层 混乱的这个情况是非常相似的 是很大的这个理由说 导致说他们想要做出理队的 这个选择的 Thomas Tucker我觉得说 很有可能今年下 今年不是今年下 今年这个赛季的过程中里面 会被Chelsea解雇掉 第五名的话会是谁 就是我个人实行球队啊 我个人自己支持的 红某曼鸟了啦 没有错 Eric Tang他的第一个赛季 我并不觉得说 以现在目前球队的这个阵容来 来讲的话 有这个实力去冲击这一个 呃前世了啦 第五名的话 会是一个 我自己来讲可以接受啊 如果我们拿到一个第五名 然后EUROBALIC可以拿下冠军的话 效仿这MORINIO的 在曼联第一个赛季的话 我觉得这个 这就是一个非常可以满意 让我接受的这个 呃赛季啊 毕竟就目前来讲 阵容上前线参差几 目前来讲 不知道罗纳都会不会流队 曼联能够依靠的就是 MARSHELL RESHWA跟Sancho 这三个球员 一有闪失的话 曼联的这个前线 就会陷入到很大的这个 呃问题了 那中场的话 Dijon会不会来 后方线上面来讲的话 Disandro Martinez的升高 会不会是一个硬伤 马瓜也会不会是 呃持续的 成为一个拖油瓶的这个角色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呃 原因让我担心说 这一支球队 还没有足够 你去拿银巢前四 去拿一个 而欧冠之隔 所以对于曼联来讲的话 要拿欧冠之隔 最好的途径 我觉得说 还是EUROBALIN的啦 那么第四名呢 最后一个欧冠的名额 会交由 谁呢 我觉得又是一个大胆的一策 Tottenham 没有错 很多人讲 Tottenham第四名 这个有Harry Kay 有Kulczewski 有Sawn 有Richarlison 然后中场补进的这个 Bizuma 然后签进的这个免费签业Parisic 还有这个Jetspan啊 这些球员 还有Langley啊 这个加盟啊 你觉得说这样子的球队 第四 我觉得很神奇啊 因为就是热刺 我我一直觉得说 热刺这几年拍名都会高过阿森 不过我觉得今年 今年可能会是一个例外 今年他们可能还会保持在前四的位置 可是因为是热刺的关系的话 我真的很难想象 热刺会进一步往上趴阿森 去挑战一下这个 呃银巢冠军的这个可能性 虽然这样他们还是有可能会拿到丁巢第三 不过 我个人老实来讲啊 我觉得 今年夏天 给我看到 让我觉得说最期待球队 应该是阿森那会是第三名 我真的觉得说阿森那今天夏天 在这个转位市场上的这个动作啊 是做到蛮充足的 他们是签他们需要的球员 然后他们的战术 阿森魔剑三年啊 今年就一定要打出来了 如果今年来讲的话 第四名他们是可以接受的 第三名是觉得说 是他们可以最高可以期望的 所以或许你可以讲哇 这个特曼跟阿森那位置可以做一个 调转对话 可是我觉得说 就目前来讲的话 我觉得说阿森那有机会 利亚特曼 并不是我看不起context 就只是因为 我觉得是特曼的关系 他们的高度 并不会像是大交鱼城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说特曼可能是第四 阿森那第三 如果阿森那 没有办法拿到欧贯席位的话 我觉得说 米卡阿森塔的这个帅位 会值得受到很多的质疑 但是我觉得今年对阿森塔来讲的话 是背水一战一年 他必须要拿到前四 如果第四第三的位置 他都拿不到的话 如果他是拿到第五的话 可能他的帅位 就会开始出现动摇哦 如果甚至说他只是第七 或者是第八的话 哇 搞不好阿森塔在赛季结束过后 就会被解雇 毕竟阿森塔在这个 作为阿森那主帅来讲话 历年有欧战足球的话 排名都是在第八名 有欧战足球对阿森塔来讲 感觉上还没有办法双线作战 今年的话再有这个 欧战足球有欧战足球球团底下 我还蛮好奇一下 阿森塔球队能不能够 稳住双线作战 然后在联赛上面的话 进一步的往上爬升 上个赛季已经是进步了 从第八名进步到第五名了 最近第四名非常接近了的 后进不足才会最总是 丢失了第四名的这个位置 给到了Tom呢 今年的话我觉得说 没有太多的借口了哦 Gabriel Jesus已经是前进来了的 Fabio Vieira前进来了的 这些补强的动作已经是补足了 Zinchenko已经前进来了 我觉得说没有太多的这个借口 阿森塔 这个赛季不是第四 不是第三 都是一个死亡的赛季 都是要值得去质疑一下 这一个阿森塔能力了啦 当然的话第二名的话 我觉得说 又是一个大跌眼镜的这个选择 我觉得说第二名会是曼城 没有错 曼城我觉得说没有办法 成为这个 曼联之后第一支 连续三年高棚 这个银巢冠军的这个球队 今年的话我觉得说 他们会把很大部分的这个重点 跟专注度放在欧冠赛场上面 某种程度上 你可以看到说他们今年 已经放走很多的球员 编路的快马 这个Sterling啊 Jesus啊放给了阿森纳 放给了这个Cielce 然后后方线的话 Zinchenko又放给了这个阿森纳的话 他们几乎就是把所有的这个火力 会击种在新权约 Earlene Haaland的这个身上 会想要最大化的发挥一下 Kavin De Bruyne 还有这个Jack Goodies 造球的能力 制造进球的机会 让他们给这个Earlene Haaland 是献上很多的助攻 如果哈兰 依照过去这几年的这个传统 不幸的还是遭遇到很多商店困扰的话 Julian Alvarez 能不能够撑起这个大旗 我觉得说打上一个很大的这个疑问了啦 我就只能讲Manchester City打了一个赌博 做一个很大的赌博 会把所有的这个火力都集中在哈兰身上的话 如果哈兰一有闪失 这对于Manchester City的这个进攻火力啊 会是有很大的影响 很可能会让他们出现到第二分的情况 那么当然的话 另外一次正在重建的球队 可是我觉得说整体上 并没有做出太大改变的就是Liverpool 我觉得说哇 我很不想要讲这么讲 可是我觉得说Liverpool 可能会趁着曼城 会太过依赖尔林哈兰的话 那如果不幸的出现到伤病 伤病的这个情况出现的话 曼城前线上可能会陷入到 没有人进球的这个指责 出现到第二分情况的话 Liverpool很可能就是这样子 把握住这个机会往上升 虽然讲Darwin Nunes的这个实力 仍然是让人担心 可是至少他们大部分上面来讲话 还是保留了先前的这个阵容 Sala还在 这个Luis Diaz会更上一层楼 Jota还在 如果Fermino留队的话 他们基本上他们的这个封线组合 还是在的 中场会是他们比较弱的一个环节 可是 还是大部分像Fabinio 这个Keta Handerson Tiago Alcantara还会存在这 Arnold Robertson 还是会继续的 在这个两翼起飞 后方线上 Konate Martin 会去竞争一个位置 然后Vandai 依然是稳健的 Alcantara仍然是他们非常非常 可以信任的这个守门员 综合这样子来讲 我觉得说 Liverpool虽然讲放走一个Money 可能会再放走一个Fermino 可是 这基本上实际上来讲的话 并不会有太大的这个落差 曼城这里我觉得说 他们就是把所有的赌注 放到哈兰省上好的 做出的改变是比Liverpool更大的 把所有的专注度放在欧冠销 如果要去中营拿下俱乐部第一座欧冠冠冠冠军 的情况底下的话 我觉得说这可能会最终影响到 曼城未免隐藏的这个势头 所以我最终我的这个排名预测 Liverpool会是隐藏冠军 前世会是Liverpool 曼城 阿森纳 跟这个 然后 欧战指格 剩下欧战指格 两个这个 欧罗巴力的指格的球队 会是 曼联 切尔西 Converse力的位置 安斯登维拉 这样子的三支球队 我觉得说会是 这一个 Bormouth Brandford Fullam 这就是今天的 这个排名预测 不知道你们的想法就是如何呢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底下 发表下你们一件 也可以在留言区底下 给我们知道一下 你们自己本身 针对这一个 银钞排行榜的 这一个看法是如何 你们自己本身的20支球队的 这个排名预测又是怎样子呢 你们的前四的球队会是谁呢 你们降级的三级球队是谁 你们的银钞黑马又会是谁呢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底下 让我们知道一下你们的看法了 这就是今天的影片 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先这样啦 拜拜